出来,放开,放在这个后面,这个工具后面,你会发现有没有,它会有一个什么呢,有一个I,有一个黑色的I,有没有,那你看你要放哪里,比如说我要放在最后面放开,你会发现这个功能就上来了,以后的话直接点就可以了,所以假如你将来有一些功能是常用的话,你只要在这里面找到,那通常你要去,你要知道说它的那个功能的开头,或者是名称,你可以用搜寻的找到,比如说, 如果我想要找UCS,你就打个UCS,那你会发现UCS所有的相关的那个指令通通出来,那你可以比如说常用的世界,那比如说UCS目前你就只有用世界,那世界其他战士其他没用怎么办,那你干脆就把世界搬到,看搬到哪一个吧,先记住在人家家里,对不对,先记在这里好了,比如说视觉,视觉形式这里,视觉这里,视觉工具的里面,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暂时,你就先记住在这里,那下一次呢,你就把什么呢,这边把它储存,7位储存放快好了,OK,好,那你就把什么呢,右键,UCS暂时怎么样,不要打开,可不可以啊,然后这个工具链,如果下面放不下,你可以暂时放在这里,那这边就会有视觉形式,跟什么呢,跟UCS,就在这里了, 如果将来要用的话,你再把UCS整个打开来就可以了,这一招其实也蛮方便的,针对有一些,你可能会比较,是别人不常用,可是你常用的指令,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某一个工具列上面去,这个部分的话呢,是直接,记得在工具列上按右键, 最底下有一个指令,这个部分的话,还蛮实用的功能,OK,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,把那个3D镜色的功能,看把它拉到那个,我们刚刚的那个硕形工具列上面好了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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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好,好